第一次来到了我们巅峰对决 这一次是否带着什么样的企图心来的 我就是想今年战到最后努力夺冠 讲完我明天就挑你 大家的战斗欲望 自乎像是一个这里的生存法则一样 你懂我意思 我的目的就是 让节目组知道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 银河书的 我们是应该做更多有意思的事 知道我们都知道 对于选人环节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看到 他们是捞人的 我是被捞的 因为他们两个就是落水 我想我两个小军好像就是 都有找到就是要合作的人 但是就是还是 有点担心 就是说想确定一下 所以我那时候做到最后也是觉得说 我想要就是make sure 两个兄弟都有 有安全安全 对对对对我当然当然要去啊 他要去了吧 我们两个都有回去 对对对 一定要 黄昏在燃烧 没事 大家一起来同进同居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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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又来了 哈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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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各位 你们三个坐一起吧 好好好 我们三个坐这吧 对啊对啊 他有坐也怕我们没话了 真的假的 没事啊 你也可以大元哥也可以坐我旁边啊 我们这里也很ok啊 欢迎我们六位嘉宾 来到我们的下班了巅峰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派格乐 我们的淡把探口子 哈喽大家好 我也不知道你 MC哈豆 我们的狗哥 玩通的一寿 哈喽 大元 还有我们的小春哥 然后我们的佐哥 各位好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前面有吃的呀 大家都随意就就很随意的那种 不用太拘束 第一次来到了我们巅峰对决 想问一下就是说 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感受 或者这一次是否带着什么样的企图心来的 派格特就是来复仇的 我直接把他讲 是吧 我就是想今年 战斗最后 哈哈哈 努力夺冠 对嘛 我我刚才就是在等你刚才那句话 今天我要多快 那个都立好了 所以说这个 但是我想吐槽他 嗯 他去年下了比赛之后 约了我见了两次不是这样子 我跟老派从来没有约过喝酒 OK 他大半夜拉着我去散步 你知道吗 散步 对大半夜在上海有一次 在杭州有一次 OK 他那天一直在跟我灌输很多说 啊比赛不要那么激烈啊 Hip Hop就是为了玩啊 然后当时你就在跟我说这些 然后现在来又是说 要战斗到最后 对的 其实也是这样 大家也都在这个行业里 这么长时间了 有时候歌迷催我们出专辑啊 有的时候想看我们巡演 去他们的城市啊 会让我有一种 在工作的感觉 其实少了一点 刚开始单纯的那种 想玩这个东西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得玩下来 因为我也是一个平常 比较想玩和好玩 又跟这么多好玩的人 在一块对吧 我就想玩起来 但是呢 很遗憾 这个赛制不允许我们的玩 加一加一 对那我觉得 来了以后那就 嗯 先站到最后再说 我补充一下 我本来以为 应该是大家战斗会战斗闲暇至于可以玩一玩 是 我到这儿 第一期录制六天时间 因为正式的人没有一个给我发微信 就真的所有人都在准备第一轮的歌 所以我第一次就是还没有录我就已经感觉到完了 这个节目一定是非常内卷的一个节目 他妈喜欢这样的感受吗呢 其实有点累的 你说我适应吗 我到目前为止其实我并不是很适应 第一轮其实 是因为准备了挺长时间的 但是这几天写的这个歌其实 从写歌的节奏上不是我自己的节奏 就是我应该还是需要放一会儿 过两天再听一下觉得怎么样 然后再去改的人 但是没办法时间太紧了 刚刚派老师说的点 我在我的这轮歌里面有讲 我的歌的目的就是 让节目组知道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 银和书的 我们是应该做更多有意思的事 知道我们都知道 不 我的这个歌也是真的 嗯 但我不是要选你的意思 我也打不过你 哈哈哈 刚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去年作为 参赛选手的我一定是 不习惯的 因为我也是玩乐心态特别重的那种人 但是一来了过后 大家的战斗欲望 似乎像是一个这里的生存法则一样 你懂我意思 就其实我觉得 这么多年观察下来 因为其实我的身份蛮特别的 对对对对 几年前我一直是 在做评判的那个 选择那个人 去年我是选手 嗯 其实当选手的心态 就 HIP HOP就是玩啊 你知道就这么演出干嘛 我想干嘛就干嘛 可是如果我以一个 导师或制作人的角色来看的话 玩你在家里 平常就可以玩了 你来这里就是竞技 对对对对 你知道就是所以你自己当选手跟 当制作人的那个心态是很不一样 这个节目就是有点是 夏季限定三个月嘛 嗯 你三个月你就够战斗去 你玩你平常你剩下九个月 你要怎么搞的 别人理你 对 上一场秀结束了过后 我和大元哥你的想法绝对很像的 就是说他们干嘛 但是不要那么严肃 HIP HOP开心的 我也是 但你慢慢的会发现 我们这种开心的人就 就变成我们自己在玩自己的 他们也不理我们 你懂我意思 绝对 绝对 真的还在 我也是还在适应中 对 你是举手的时候 你完全不知道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作品 对吗 我不知道他做什么歌 然后我不知道他的舞台 怎么做呈现 我然后我也没有从来也没看过他的表演 那天在下面看了 不应该举手 对老派的 哈哈哈 他老师不是我说你你看看你 把兄弟们都逼成啥样了都 对不起 给各位课一个 狗哥平时回到台湾的时候 没有把之前我们这样的事情啊 或者认识的人啊告诉你们啊 就是说皮绷紧一点对 去冲就对了 冲就对了 我也是这样跟丸童这样讲 就是丸童在台湾 他们真的已经是顶天的这种 我知道 我知道 小巨蛋 对就是 真的已经是顶天了 哇小巨蛋全满 等于是他们成名的很早 就是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种 比赛的这种激烈残酷 或者是他可以激发你的那种 逗性刺激 对所以就是我们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他们这几年有点过得太爽 太安逸 虚名啊虚名啊 你什么都有了嘛 你去哪里就是轰动 然后就是演出就是随便你什么搞 就是大家都吃你那一套 这就是 所以我感觉他们需要一点新的刺激 也有点是挑战 你来这里就是你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 他会给你灵感 然后他会反馈到你之后的音乐作品或养分上面 甚至你可以跟不同的人合作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写歌的 他们是怎么做的 对 所以你每一轮都会跟不同的人去碰面 所以他都会刺激你的进步 对所以我是鼓励他们就是 无论如何我们人生嘛 就是你之后要不要再说 可是你总要体验一次这种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大可不必来的 如果表现得不好可能还 有点对有点不好意思有点丢人对那表现好 大家会觉得是正常的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来接受这个挑战 对所以我是觉得很开心他们来看一看这样 对那经历了上一次的魔鬼录制之后 是什么样的感受 哦我觉得就是 这边灯可以暗一点 真的是吧就是呆久了就是对其实好累哦 就是眼睛看了也都蛮疲乏 就是录节目它本身就是会是一个马拉松 对然后很紧张嘛 其实你要一直盯在那个地方那个状态 然后时间也在过 然后体能上面也一直在消耗 然后你还要上台拉出对 就是这么多的Energy 其实是蛮硬的对蛮硬 我觉得我还蛮庆幸的就蛮早就唱完了 对然后就是松一口气 然后可以好好吃瓜这样这样 看戏了后面就小熊哥呢 没有啊我就觉得蛮刺激啊 对啊就是每一个都每一个人都蛮强的 看大家的表现啊就是歌曲的方式啊 对我觉得来这边学习到蛮多东西了 嗯那三位有经验想说来到这个节目想获得一些什么吧 我是蛮想交交一些rapper的朋友 朋友对就我觉得就像刚刚狗哥讲的就是 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合作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就如果之后要做传奇干嘛都可以互相帮忙 我就是可以跟更多人合作啊 对可以一起写一些新东西 然后 嗯 来这边录完都没睡觉 我回台湾一样也没睡觉 都在弄这些东西啊 可是那个压力来我觉得就是跟他干啊干到底啊 耶 就是干到底啊对啊 对啊 就像狗哥讲的嘛 就是你要体验一次这种感觉 感觉蛮好的真的 你看他们已经适应了 这样子还不算适应吧 对 我第一次特别害怕他们三位来这边跟大家不认识不熟 然后我就派出了我们跟 所有人关系都非常熟的老派 我说哎那三个哥们你也一样是狗哥小老弟 这边也是狗哥小老弟 你去跟他们多聊聊天去照顾他们一下 对你看第一次录制的时候老派都有在 他表现得非常好 是吧 他表现得非常好 他在旁边你知道 我在跟他们各种讲解解说远 他说哎这位是谁是谁 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 这位是谁是谁 他就是说 所有的恩怨情仇都 对对对对 你看啊他们现在 这个场白之间怎样怎样 就是旁边看就是 呜呜好刺激这样 讲了好多八卦给你们听 对对对 他可以剪个深夜大会员加根版 给你剪个特辑就是那种短视频 然后解说 然后美族人上去的时候派克赫特 哇他们曾经的毕夫是怎么样 恩怨情仇 给你剪一个短视频 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 对吧 现在我们回忆起哪个舞台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呢 我说心里话 给我留下舞台 印象最深的 是威尔 威尔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在一个歌里一直在说一直在说还在跳还在动的那种 然后突然让你坐到一张床上要开始唱歌的时候很难 好的 那一下就可以唱进去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的很厉害 对 要是当时的状态我睡床的我就睡过去 对我可能坐那我起码会喘吧 太累了你会 我记得当时跟瘦子他们在旁边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为啥连气都不喘 机器人是变的吗 没有 一个是他 再有一个 汤口泽那一场也让我进去 因为他最后一个 非常棒 真的 最后一个还有那个劲儿 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是带着那种 恨 让我最后一个的那个恨 对 还有一个印象让我觉得比较深的是娃娃 你在HR里面哭了 对 你哭了 对了我们所有人惊呆了 我是真没想到娃娃把我给唱哭了 因为我不太能听得了那种就讲自己 你知道他歌里是有故事的 而且有的一些故事甚至我还经历过 比如他第一次比赛拿冠军的时候我也在比赛 这个女孩那会儿才十几岁 她给我的那个能量 是在当年的Lisa 对然后她先拿了冠军 有一次我记得是她巡演 就是演完出之后心脏不舒服就送到医院了那种 我说我这太拼了一个姑娘 就一下最后再看她唱一个这样的歌 我就有点没风筑 而且那块太精神分裂了 你上一首歌是小精灵那种 欢乐乐 我就笑的哈哈乐乐 突然下一首歌又是一个那 我说你们这个节目真的吧 为啥搞得我哭笑的那种 虽然现在还没有播 但我好期待 就是我 我少剪一点我哭的画面 我期待到时候你那个卡的 你到底是怎么哭的 哎呀贼难受了 而且老舅特别搞笑 他那个歌叫Rung Go Run 耶耶耶 我哭了以后老舅忽然回头看着我说 人家唱Rung Go Run 你跟你有啥关系 你怎么哭了呢 但其实就是因为认识 然后一些故事就一下就 击中了我的那个泪点 我这一次在现场我会随时戴着耳机 听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唱什么 到底谁调拍了 谁忘词了 所以我们说话那些你都能听见吗 然后包括你们说了什么 我这一次会听到很多样的消息 老舅是那一场当天 这么多主嘉宾里边现场尖叫数最多的 九次的尖叫 每一次是大过了伴奏 因为我拆开这样听一下又这样子 我的内心是他妈这一个这一棒不好接了 他妈咋办呀 啊然后他妈在那过了过后 我上一秒的时候 直接就是说把老舅那个情绪一下子又带过了 因为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他妈你的那个演出 你当时就没有任何的话了 老舅那个歌我觉得非常老舅就很适合他 然后我觉得一个成熟的rapper的标志 他不是说哎现在什么火我去做什么 而且他长期以来他一直就是可以保持自己的那个风格 我觉得这个就是老舅的歌 就换任何人可能都唱不到他那个样子 对 所以反正最后一场了就孤注一掷吧 弄完了反正就回去睡了 因为观众其实当时也很累了 然后我就想说哎稍微调动观众一下 然后就拼了嘛 当时这样唱完嗓子也痒 你那天演的时候比你前面那一天彩排的即便都好 都好吗 对我觉得因为你彩排的时候我们也在现场看 我觉得在现场当中观众一样 我当时演的那边比彩排都好 整个情绪状态很饱满 全都调动起来了 其实在我的说唱生涯当中 真的都是扮演很重要的人 而且我都可以说出是什么事 派老师是我人生第一次敬棚的录音 17年我要参加一个线下的比赛 我去敬棚录了一个歌 这是我敬棚录的第一首歌 以前我的歌都是在手机软件上录的 然后派老师是评委 我人生上的第一个说唱的综艺狗歌视频 我人生用 华语地区的beat 写歌词 是顽童老师的man in the mirror 哦 哇 后来也用了敞棚车 讲完我明天就挑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其实刚刚三位哥哥在说啊 有些可能跟我差不多啊 我们是同学啊 同学 三位同学在说的时候 其实我们 就是我了解到的认识的人 很多rapper 他们是像是有见偶像的心情 就是可能现在 不管是瘦子哥还是小春哥大人哥 哎觉得哎这些人都很厉害 但是他们的说唱里面 我觉得都带有你们的记忆 因为你们曾经启发过他 for sure for sure 我就是 我绝对是 所以说的确是文童 蛋宝 狗哥 国蛋 影响的很多 真的 真的 那我能不能提问 因为今天有很多od 我们中文的说唱多少年了 哎呦 狗哥啥时候开始说呢 我 这有比我更早的了 但是说到现在还在说的 我是 第一张专辑是2001年 22年了 因为其实像你们刚才讲说 好像 现在的很多rapper 他又有谁的DNA 其实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 这个Generation 其实都有他的DNA 对对对就是 他其实在那个时候是 树立一个 怎么样用中文押韵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对就是 没有别的范本嘛 对那时候就是 DNA 所以就是一定都会 都会有他的那个基因存在 对你知道谁身上 有丸童的影子痕迹很重 我们认识的一个rapper里面 很重的吗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 你现在在看他 会感觉他肯定是小时候很受丸童影像 我以前的时候对TT说过 对真的就是TT了 就是我 我也是同样的感觉 是TT 我给TT说了的 我说的那个瘦子哥 绝对很影响你 对很明显的 我也给他就是说 丽童先说了的 他因为就是在你这个事情上 跟我打赌说 丸童瘦子不会来的 要不是也输给满数课了吗 对 狗哥你对哪个舞台 比较印象深刻呢 采访的时候就是 因为他那时候有投MVP嘛 我那时候给了三个选择是 泰科特的 然后艾弗杰尼的 还有Soul子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舞台是 老旧的那首歌 对因为可是我上那首歌 他没有达到MVP的那个等级 因为我绝对是碰到他了 对 我喜欢一些 比较有创意有梗的东西 其实很多的rapper都还是在讲说 我最厉害 你们训 对 就老实想那种东西 就已经听太多了 怎么可以有人写出这么好笑的歌词 就这已经跟技术没有关系 老旧的技术大家也知道 他就是 可能Flo就是那样子 光那个歌名啊 什么电梯霞还是什么 电梯战神 对 电梯战神 就是我就觉得他那个歌很好玩 那他的歌里面 他还不是说只有一两句punch 他就是 每两个八就给你一个punch 每两个八就punch 好多punch 虽然我那天MVP没有投给他 可是其实我自己觉得那首歌 在我这边我觉得很厉害这样 那是你喜欢的秀 在我这边其实我是希望可以听到一些 比较有创意 比较酷 就你听到最后你会觉得啊 看这个好好笑 好有梗 老旧反正的确好玩 好玩 老旧他们三个刚一来 老旧就是休息的时候 就过来问顽童的三个兄弟说 你们会不会说东北话 哈哈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 教我们讲 我当时说人家为啥会说东北话 那对啊 然后老旧开始教他们说东北话 他教你啥 刚刚版证 刚刚版证是什么意思 帅的意思吗 就是说瘦子这种就是嘎嘎板正 嘎嘎板正 我是一个上海人 我怎么会知道 我一个重庆人 我怎么会知道 嘎嘎板正是什么意思 来仙人 嘎嘎板正就是 鼻挺 鼻挺 哦鼻挺 对他就说瘦子就是嘎嘎板正 人家瘦子刚刚穿了一个那种 鼻挺 OK 15哥呢 就是派乐客的吧 因为他在做的概念是因为有点就是自信就是HIPHOP50周年嘛 我觉得这个概念我就很喜欢 而且他很丰富嘛 他一直有在编曲也好 他floor上面也一直转变 然后不管是danser 他把车开进来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 他是一直有一直层次的堆叠 就有点像是一个卧秀就是那种颁奖典礼会出现的那种就是已经是很完整的东西耶耶耶 今天可能就是因为只是录影如果再给他更宽的地方可能就是会有更多东西开进来之类的 工程的摩托车被他飞去的 一个直升飞机他从下面这样滑下来 是我们那个台的沉重不够 如果那个台沉重够他会把那个汽车放到台上去 那个会更好看 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让那个车开上来 但是他说那个车有2.5吨 所以那车是不能动的 其实可以开了 可以开了 没有我那时候是刚才有说可能是那个后台没有那个车道的空间 因为你也有观众 这是沉重的问题 对 而且我会后面会发现完童开始的时候 做南部还是很多标志性的旷客那种感觉 那后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们开始玩威斯科玩西岸的东西也非常多了 对 是后面其实你们也 那个完了过后也经常的其实 喜欢西岸的感觉 大过了早期的那个感觉了吗 其实我们刚开始听hip hop的时候就是自己买CD 买国外CD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是听比较多是西岸的音乐 对 你们开始听西岸的啊 是是是是是是 我一直以为你们是南岸的 你们把我带到南岸去了 你们去另外一个方向了 可是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也是跟着一群就是年纪比我们大的就是哥哥这样子 然后他们那一群人就是一整挂就是很威斯科 对 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 哦 hip hop就是要听这个 听威斯科 他就一直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 有点一半是被他们影响 对但是其实在当时真的流行的是南岸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很年轻嘛 我们当然就是追求潮流嘛 就是哇 像最夯的就是lil john出来了 对 你们当时那个太帅了 太影响我了 你们生了 就是出来的时候你就说要听这个 可是他们那时候就有点说 那个新的那种旷课已经不hip hop了 但不是hip hop的时候 真正的hip hop是这种Westcore的就是OG的感觉 所以你知道年轻就是这样嘛 他越越这样讲我们就越想要做这样 所以我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 就是做我们那时候流行的东西 就是比较是旷课音乐 对 但我觉得就随着时间开始成长以后 你又还是有点怀念以前的东西 就是回去再找那些西岸的音乐的元素 就想要再把它放回来在我们的专辑里面 因为它其实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嘛 对所以就是后面就有一些比较Westcore的元素 对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阶段阶段 其实我自己觉得 呃我也不会去定义自己是说一定要做什么样的 对包括我看到东岸的东西你也在做 因为我后来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些东西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包袱 因为我后来就是去了有机会去美国去做专辑的后制 然后跟那边的制作人接触以后发现其实他们没有什么 分这么清楚 没有他们反而是很就是什么东西都想尝试 能明白你 然后更何况我们是个亚洲人 我们又不是真的说有一个就是背景的存在 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音乐 我对于就是hiphop的认知就是 老舌就像是个唱歌技巧 你只是看它把它放在哪一种音乐里面 对它都会是成立的 所以它可以是在Jazz 它可以是在hiphop 在funk 在上面你都可以就是做老舌音乐 对啊 这是hiphop很有趣的地方 但是你放在不同地方都有可能 就是可能性是无限的我觉得 对 大元哥这一次对舞台上面的话 哪个舞台给你留下很多 肯定是派克特啊 因为我在现场看啊 除了以外呢 除了以外 大家小春哥下次不会不能说派克特了啊 我不会说大的 爱你也春哥 你先想好下一个 爱乐 OK 那无可乐 就是 我在说是听感上就是 就是他怎么可以吻成这个样子 他跟 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 哇你们拍子 掌握得非常非常的好这样子 小春哥 春哥 我当然就是他们两位啊 虚名啊 这么私心 对啊 没办法 就我们敢来了嘛 他们 两位觉得那些表现对我来讲就是 因为 我们也是单飞不解散 可是因为经过了两三年 我们没有在一起 然后 然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要成长 所以看到他们两个 我就觉得蛮快乐的 也是蛮shock的 好感人喔 其实我觉得你那个是表演我真的很喜欢 这些也是我想说的 我自己也是比较倾向就是 比较有趣的内容的 就是好玩的 然后就是有梗的 所以其实他那段 我是真的蛮喜欢的 可是可惜就是遇到了拍的歌 哈哈哈 真的没办法 就是可惜了 谁让我跟其他人都不熟啊 就是挑错人 他那个火锅是真的 我知道 所以说我后面就说 我说那个到了吗 到了吗 好想可以涮一片啊 我一直在等那个肉丸 那么多消息了 哈哈哈 重点是那天我是 挨着饿 演出的 我是前面我都没吃饭 因为我要让自己保持恐怖 饥饿的状态 跟老派斗 跟老派斗一斗 我们这一次 其实应该对于选人环节 除了派哥以外 包括他们吧 包括我们 我们都是第一次吗 在选人环节 因为我们我现在也没有看到 那天应该是六点多钟录的这一趴吧 不好意思 没陪你们走到最后 哈哈哈最后的那个 老人环节 情景当时是要面做选择了吗 做选择的话 你们各自是怎么样 因为我的确我没看到 我想 我想吃一下瓜 他们是捞人的 我是被捞的 我们都可以讲一讲 彼此的心态嘛 这个 这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在那之前 他们其实就已经有在 讨论 其实想要做些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其实心里 好像都会有个底 就是好像 就是因为那他们两个 就是落水嘛 我两个小金好像就是 都有找到 就是要合作的人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OK 这样子最好 但是就是还是 有点担心 就是说想确定一下 所以我那时候做到最后 也是觉得说 想要就是 make sure 两个兄弟都有 有安全 安全 如果说 所以我就必须一定要走到最后嘛 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 其实我 我其实当下根本也没有想说 到底要 说一定要选谁 因为蒋白就是看这剩下也会有谁 你也不知道 对啊 所以我第一目标任务是这样嘛 然后 呃最后其实蛮意外 就是静哥 他后来就是没有没有选嘛 第一轮轮空了 你知道最后就剩我跟瘦子两个人要选了 静哥被轮空了 然后没人要拿 最后就剩我们俩了 然后 然后 我跟小精灵 我就问 瘦子我说 有静哥没选啊 然后我就先把他们选 我就看见了 我就走了 这个难题交给你 这个其实我挺惊讶的 哈哈哈哈 就是静哥给我一个感觉 我自己就是觉得蛮蛮敬佩他的 我觉得光他想要试着用中文的方式来比赛 哎 想想看如果在场的各位 用一个你不擅长的语言 叫你们用英文去比赛好了 去比个全英文比赛 而且你面对的是全部这些选手都是顶尖的英文老师rapper 谁敢 光这点我就觉得哇 其实蛮值得很尊敬的 所以你刚才讲的意思是 就因为我没在 我大概是不是这个 你是最后一个选的 就是那天的时候 对对我是最后 你是留到最后的 等于说是全部人选完以后剩下的 你其实可以提前选的 你没有选的原因是两个兄弟 对他们两个还没进了 他要守住兄弟们 对对对我当然当然要 他要去了吧我们两个都有被去 对对对对对对 一定要 黄昏在燃烧 没事 大家一起来同进同去 对对对 OK 刚来的时候就是 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嘛 虽然说就是真的也是来这边寻找一点刺激 就是想说 可以激发一点创作的灵感或什么 因为真的就像狗狗讲 我们真的过太爽了 对对 然后来这边就是 真的想要感受一下 然后 但是事实上 整个过程中 我还是有点就是 没有什么 有点茫然 就是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步 即使到最后选人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讲 我还真的还没有说很明确知道 到底要怎么样 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因为我也在倒计时这个联盟里面 找到这种感觉 倒计时我们联盟的那个 发起的 是个很严格的制作人 你知道吗 我就感觉他在那边很心事动众的 因为准备了很多人 包括那个我在那个过道 你们当时都在录制 我一进一出的 我看到了他的搭档 他的dj也来了 还有我看到了那个鱼桃 咱们是从重庆一起来 我我当时我就说 然后因为外面的车 他每次都喜欢装的那么神秘 然后每每次都是那种的 一是这些兄弟们 其实他们平常曝光也不多 你像鱼筹啊警行啊 包括大招 他们平常也不太爱抛头露脸 因为到他们那个岁数了 就是挺低调 但我是觉得可以借这个机会 也让大家看一下他们 然后再加上 倒计时这个点子 说心里话 其实是现场临时想出来了 因为我不知道 今年还要有这个战队 和那个项链这个事 我来了才知道有 就刚是临时一想 我说那就这么做这么着吧 这叫倒计时 这是这次的歌不叫倒计时吧 不是组合叫倒计时 他去年联盟名其是交个朋友 我就给你提示一下啊 你自己猜一猜 然后你咱们就这个话 放心我不会破感 第一轮的歌叫10 Toaster 十之见寇 第二轮叫last night on earth 我英文不好 请用中文说last night就是 是9吗 last night你怎么盖得到吧 9 最后一个夜晚在地球 好 那不就10 9 然后然后面可能是什么8 什么之类的 像你的说法 好 游戏都玩到这些地方去了 因为我是喜欢有一些 有一些整体概念的东西能带给大家这种 比如说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一轮是什么样的东西 对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顺序 刚好当时一想我说那不如就叫倒计时好了 因为我也感觉想不出来太好的名字了 那就随便起一个倒计时 是你的夺冠倒计时吗 那就得看各位蒙各位支持了 今天总导演就坐在这里 我们有什么话想要对节目组吐槽的吗 我觉得像这种谈话节目可以找一种 吐槽 希望这个节目取消初跳这个环节 因为我觉得大家初跳的东西一般 我们作为观众 不许反驳 这是吐槽 放狠话这个环节 我们有一些人真的他不喜欢 我们本来就不是那种说狠话的人 但是其实是赛前想对对方说的话 因为都要对战了对决了 总有话要对对方说 刚不是说导演就虚心接受吗 怎么还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